有人說要快速提升外語能力 要在30天內不間劫每日學最少一個半鐘 這個只是入場倦而已 所以我今天就來試一下30天不間劫哲學德文 看看可以有多大的進步 順便跟你實測一下有什麼特別有效的方法 可以令你進步更快 30天哲學德文,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Hello,我是李倫 你現在看的就是一個濃縮版的30天哲學德文 這裡我會主要分享我這30天用了什麼方法學外語 如果你想更深入和全面地看我這30天哲學德文的過程 就可以趁現在按這裡看一個詳細完整版 準備好了嗎?準備好的話,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好啦,今天是自學德文的第一天 第一天就沒想到要做什麼 我今天就打算複雜回之前學過的東西先了 一開始,頭幾天我都不是很清楚方向是怎樣做的 所以我都有些比較普適的方法 都是複雜課文和做文化練習的 每日一生節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這個字 Unschlossen 意思就是猶如不決的意思 Ich bin immer entschlossen was zu mitt essen zu sein 意思就是我常常都猶如不決,下午吃什麼好 這個方法就可以讓我慢慢習慣溫德文的節奏 以及溫之前學過的東西的確給我一些成功感 但如果一天一天都在溫書做練習 溫書做練習的話,不要說你看了 我自己覺得悶了 所以接下來我就會開始嘗試用新的方法學德文了 如果你有學德文的打算呢 那我就提早給你一點衝擊 德文衝擊時間 可能你剛剛學德文的時候 又或者你借到網上都看到 有時候德文字是很長的 長得整個招牌都寫不完 雖然網上的圖多數是開玩笑的 但又真的錯不完 因為在德文裡面很容易找到三十幾四十個字母的德文字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因為德文是一個相對比較精準的語言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組合字 把不同的字拼在一起變成一個字 那這裡我可以給你一個例子 這個字一個字裡面已經有四十個字母了 但是你就不要害怕了它 因為其實這個字是四個不同的字 組合在一起變成一個字 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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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拆回去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法律 保護 保險公司 然後這個就是 reservierungsbestätigung 前面那些字就是reservation 然後後面那些字就是confirmation 意思 其實這樣聽起來也不是很難的 我這裡再給你兩個很簡單的例子 給你猜一下 在德文裡面 手就是han 然後 鞋就是shur hanshur 加在一起是為什麼呢 然後第二個字 ku 就是解凍的意思 然後 shrunk 就是解跪的意思 ku shrunk 加在一起 是為什麼呢 我相信你都猜到了 我等你留言告訴我吧 希望今天講完這個之後 就令到你沒那麼害怕學德文 我到第二階段除了複雜之外 我也想學一些新的生字 所以我又上了YouTube和Netflix上找片來看 這個方法就不單是生動很多 同時也訓練了我的聆聽和說話技巧 看片學德文 比起溫貨文 感覺上時間更快很多 而且聽完你講的生字 真的會在生活上自己用到的機會大很多 所以我之後也會繼續用這個方法學德文 不過有一點要講的 如果你是看劇學外語的話 就不要那麼執著到每一個字都學會了 因為這些劇集裡面 都會夾集了很多的專用名詞 在生活上不一定用得到的 今天來到自學德文的第15日 剛剛就看完半集30分鐘的影片 在30分鐘裡面 已經被我抄理了41個新的生字 看這類型警匪犯罪片 都可以學到很多平時學校不會教你的生字 例如我今天就學到追債人 以及賭局培率的德文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整個句子的意思是理解的話 就可以直接跳下去下一句 就不需要那麼執著了 如果你每一句都停下來 在這裡塗字典 塗完再看下去的話 可能你看到一半已經沒有心情看下去了 你看到這裡可能就會說 你拍片那裡整件事好正面好熱血 好沒難度 其實不是的 我自己在這30天裡面 都遇到不少平頸期 有時候就是上班之前或者下班之後 真的好難不常溫習 現在後早7點半 今天一早起床了 因為待會要上班 或者去到位置之後 就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再進步上去 而且新鮮感就開始退下來了 不過答應了自己要溫30天 就一定要做下去了 所以接下來我就嘗試了一些更加 生活化的方法是學登文的 希望可以給回一開始的新鮮感 今天開始就想嘗試用更加生活化的方式來學登文的 因為雖然每天溫習或做練習就好 但其實生活上也有很多方法可以讓你學到新的生意 所以我今天就會在家裡找一些飲食包裝 就用這個方法來學登文了 在日常生活中學外語 最大的好處就是你不需要擔心你學的東西 所以在生活上就用不了 因為呢 因為你日常生活學外語就是希望在日常生活用不了 這個時候很廢 我剛剛翻譯完這兩個冷藏食品的包裝 我發現原來色體成份表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雖然它們兩個都是冷藏食品 它們都有加少許的添加劑 讓它們的食品可以保持久一點 但這個Pizza 其實只是加了抗氧化劑 但是這一盒浩他就大劑了 它們這個成份表裡面都寫得明 它們有加色素 酸度調節劑 乳化劑 防腐劑 以及中旅油 這些全部都是非常不健康的 我都很肯定經過這次之後 我都不會再買這盒東西了 但認真的 這個真的非常適合初學者上手的方法 始終你學一個外語的世界那麼大 又在最貼近你生活的方法裡入手 絕對不是一件壞事 今天我又在生活中學分文 有時候生字學得越來越多之後 你就會開始懷疑哪些字才會在生活中經常用到 所以我今天就想學一些 會在街上的路牌、廣告或者告示都會看到的生字 首先第一個 這個就是跟你說可能會有生命危險的告示 就叫你不要碰這個電話 然後這個就是超市中的咖啡磨豆機的操作說明 就算你對這台咖啡機的操作說明沒有興趣也好 你看到上面這個字 Bedinungsantweisung 意思就是操作說明或者操作指引的意思 你看到任何儀器上面有這個字 都可以知道它有這個操作說明給你 那你就可以先看了 然後最後這個例子就是街上看到一個健身室的廣告 這裡就寫著Bedinungsantweisung 意思就是你不需要綁定合約 如果你是搬去一個新的城市找一間新的健身室去做的話 懂得看這些字也挺重要的 好了 今天就學了街上路牌會看到的生字 希望這個方法對你來說都會有用 好了 今天來到自學德文的最後一天了 之前的29天 我每天溫室時都有分享一個每日一生字 所以今天就想和自己密書一次 看看自己在這29個生字裡面可以記得多少個 那現在就直接開始了 把這些字收起來 好了 想不到 那好了 最後結果就是這樣 是不是到呢 那在29個生字裡面 我都有五個就真的忘記了 然後有三個意思都不是那麼準確的 都不是那麼適合寫得出意思 加上在100分裡面都有77.5分 那我自己就覺得都過得去啦 不知道你又怎麼看了 那對啦 那麼我們30天不間斷自學德文的挑戰呢 就拍到這裡了 那之後幾天呢 我都會給自己放假先的 那剩下要說的話呢 我就交給龐伯了 那來到這裡就總結一下了 在這30天裡面呢 我都學了差不多有300個生字 還有做了19課的文化練習了 那其實都跟我真的想得文堂的進度 說差距不會差太遠的 而我個人來說呢 我都覺得自己的聆聽和原讀技巧 是有明顯的進步的 但是呢 寫作和說話方面呢 都仍然有提升的空間 那可能是我未找到更好的方法啦 這兩碟呢 未來的日子 都要繼續加強下去啦 那接下來呢 我會來整理一下 我用它的方法裡面呢 哪一個會值得推薦給你去試一下 那第一點呢 我覺得最實用的方法呢 就是上YouTube去看Easy German的影片 那他們的影片呢 題材有趣之餘呢 內容呢 都是非常實用的 還有看他們的影片呢 可以快速提升你的聆聽和說話技巧 亦都可以同時拿到很多的生字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非常之有親切感 還有呢 他們的影片員呢 就有很多好齊啦 無論你是初學者 還是比較盡興的人士呢 都一定找到適合的程度的影片 最好的一點呢 就是他們不單只有一個 教德文的頻道 他們還有一個法文頻道 就是Easy French 或者是 教西班牙文 就是Easy Spanish 他們呢 都有一個系列呢 叫做Easy Cantonese 那就是專教廣東話的 那他的影片呢 都是在香港那裡拍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支持一下 第二個值得推薦的方法呢 就是日常生活裡面學外語 那這個方法呢 有什麼好處呢 剛才就說過了 就不再重複了 唯有一點要補充的就是呢 如果你是打算 長期學一個外語的話呢 那這件事呢 是不應該令你覺得 膚躁或者分泌的 如果不是呢 你的動力呢 就會慢慢慢慢消失的啦 所以在日常生活裡面 慢慢少少少少少的學的話呢 可以不斷保持到你那個新鮮感的 還有 從完全看不明白到 開始 生活裡面可以治理的話呢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功感 所以 我亦都公道推 Enough of that 然後下一點呢 做文化練習呢 都是一個不可滑血的好方法來的 那當然有部分人就會說啦 那那些講武語的外國人 都有很多文化錯誤的啦 他們都不在乎的 溝通到就可以了 那其實他們說的都沒錯的 但是假設如果 學外語的一個遊戲的話呢 那文化練習呢 就是這個遊戲的說明書啦 那當然有些人呢 不用看說明書 都可以把遊戲玩得出生物化啦 但是如果你更加了解遊戲規則的話呢 那我相信呢你都會有些人沒有的優勢的 那接下來呢 就會和你分享一些 完整版才有的小提示的 我以為坐近一點 那我想close 今天呢 想和你分享一個高效能的生字方法 德文的所有名詞呢 都是分了詞性的 那又分了男子女子和中性三個的 那今天呢 我們又來到 德文中的字 的Hershen 就是掌握 精通或者主導一些事的意思 Recently 意思呢 就是主要或者重要的意思 因為德文上面是有四格的 有主格 屬格 壽格 瑜格 以及瑜格 這個就不說那麼多啦 那總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